世界上大部分的路,大部分就是被海洋出改,就要這張圖顯示 所以海洋很多 那我要探討的,要跟各位提到的就是 海洋裡面的,我們也海洋有很多沉寂物 然後到最後可能就沉寂液 那裡面也有很多的那個天然資源 比如說石油、天然氣 或者最近的天然氣水和物 那它也可能造成災害 比如說山峰或者是地震,有人造成海洋 所以那如果能看它這個海洋 也是我的那個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要成為重點之一 所以大概就我們有研究海洋澄清,還有這個海洋地質 那如果研究,還有它可以告訴我們資訊 那我們大概就另外兩個小時,不知道時間給各位提一下 那海洋我們簡單的把它分成這個藍色 下面這個當然就是海洋 那因為我們這是通事 所以我講的有幾個重點,我要提醒各位 提醒各位 那這個海洋我們把它分成幾個部分 大家知道這個全世界最深的海溝是在哪邊? 各位知道嗎? 我們從每個高中就已經有提到對不對? 各位有位同學,林佳玲,林佳玲,林佳玲 知道了吧? 還沒? 好,沒關係,大家應該就有幾個倒極了 全世界最深的海溝就在那個馬里亞那海溝 在那個太平洋 就像這樣子,它深的快9000公尺深喔,深的深 但是像這樣子的話,我們把這一種,比如說在大陸邊緣 雖然馬里亞那海都不會大陸邊緣 在大陸邊緣有這個因為板塊的隱墨作用 這一種在摩洞的大陸邊緣最深的地方 這一種,這個地方我們叫做摩洞大陸邊緣 我們現在講說這個海洋分成幾類 第一個就是在大陸邊緣,然後是在一個會在板塊聚合的地方 所以就有一大堆的地震,有一大堆的地震,或是摩洞的活動 或是海裡左右的地震 那這個地方就像我們台灣,我們現在是有種各式 那再過來有些那個在大陸,在海洋 它是位在大陸的邊緣 那這個大陸的邊緣,它不是板塊的交界 就它沒有什麼摩洞,也沒有什麼地震 那這個舉個例子就是要用來摩洞大石亞的意思 而大石亞的西岸,還有美國的東海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被動大陸邊緣 所以我們就簡單就把海洋分成幾三類 一個是被動大陸邊緣,一個是活動大陸邊緣 那第三個就是深海裡緣 那我們先到台灣來看看 那這個被動大陸邊緣就像這樣子 這個海邊,那我們人類就住在陸地山 那陸地山的這一些像這個河流 它就會傳輸這個沉積路 那河流出海口可能會有三角鐘 然後到最後的沉積路就傳輸到這個大陸邊 然後這裡有一個大陸斜坡,然後一個深海裡面 那這邊堆積了一大堆的這個沉積路 那這個沉積路最主要就是你 只有些地方有沙子 那沙子的地方就像這個深海的沖積山 在這一邊,深海沖積山 或者是在這個海底峽谷裡面 有一些比較粗顆粒的沉積路 那最主要這個海洋沉積路最主要都是你 我們再舉個例子像這樣子 這個是洛杉磯、加州、美國加州外海 這個是大陸坡,大陸坡大概深度小於200公尺 那這個大陸斜坡,這個深海很遠 所以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欸,竟然連那個大陸斜坡 有一大堆的這個像河溝一樣 但是我們把這個叫做海底峽 海底峽 所以我們深海裡面也是有一大堆的 像我們路上的河流一樣 有這個海底峽 那這個海底峽谷流出來到外面 這個斜坡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深海沖積山 那其他地方的話就是有些像七十公 有些七十公 那所以它整個層紀錄 如果我們來看的話 最主要是你 那只有在這個海底峽谷 像這個深海沖積沙子的地方 有些沙子的那種紀錄 那各位先來看 假設 我們等一下再公視各位 那這個是那個活動大陸邊緣 活動大陸邊就比如說這個沿墨的地方 這一個這個是海洋立的 然後因為板塊聚合 板塊聚合是兩個板塊這樣子聚合過來 所以板塊聚合的時候 在那個板塊沿墨的地方 上面這個就有果山對不對 果山 所以就會知道像安底斯山脈 這個就是一系列這個果山 那果山前面就有一個這一個海溝 那這個海溝又因為它會很深 它可能比較深 它堆積的沿激 那在這個地方它的功能就在於 這裡經常有果山的地震 那比如說那個蘇門達蠟地震 2004蘇門達蠟大地震 還有那個茲利的大地震 都是發生在這個地方 這一種的板塊聚合的地方 容易產生地震然後引發海嘯 然後造成可能會造成這個人類傷亡 所以這兩個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有兩個不同的這個環境 海洋環境 一個是被動大陸邊緣 一個是活動大陸邊緣 好 那我們台灣在這裡 那我們先回到第一章 來看看 這個是全球的海洋 那剛剛我講的那一種活動大陸邊緣 就像我們的 從美洲來看 從阿拉斯加這一邊直到南美洲 這個外海這一邊 這個都是活動大陸邊緣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段 有避到火山還有這一個海峰 還有這個海洋的 這個如果地震就會造成這個海峽 然後在大西洋兩岸 兩岸這個地方就是被動大陸邊緣 它沒有地震少 火山幾乎沒有火山 那這個中間這個中央級 這個部分就是深海裡面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看好 就會說在這三種不同的地方 那它的層積啊 它的層積物 那是有哪些性質的 有哪些不同的 那還有 那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台灣這個地方屬於哪一種板塊邊界 我來問一位同學 陳嘉勇 CDC的陳嘉勇同學在哪 陳同學請問一下 那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是屬於這一種被動大陸邊緣 或者是活動的大陸邊緣 被動 被動 活動大陸邊緣就會在那個 有很多地震啊 或者是火山啊 是活動大陸邊緣對不對 沒錯 我們台灣都會在活動大陸邊緣 台灣這個是 台灣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地方啊 我們南邊這裡有這個塔尼拉海溝 東邊這個是叫呂宋島湖 那菲律賓是屬於呂宋島湖的地方 我們這個歐陽板塊 這整個地方下移墨下去 然後跟這個菲律賓板塊碰撞 所以造成這個台灣島 所以我們是一個活動大陸邊緣 活動大陸邊緣 所以活動大陸邊緣有一個特徵 就是說它有火山還有這個地震 那成績也跟被動大陸邊緣很不一樣 那底下我們提一下 如果我們提一下 像2006的屏東地震造成海底山峰 五四六、五左六、大陸這樣去研究它 那還有2008去年的莫拉特海中 也在這個西涼化也造成一些危機的成績 你們怎麼會看到 那這一個是花東 這個是大概從綠島東部外海 然後往北到伊朗外海的一個剖面 這個叫正側剖面 我們有時間來看從0到12秒 0到12秒可以想像成大概從海平面 一直到這個深度20公里深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台東峽 這裡有一個琉球海峰 就是第一次往這邊彎 那開始就要海底變高起來 這邊流水到很多地方 所以這裡也是有一大堆的這一些 海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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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地震、變形、層造、堆起來的 這些海底山脈